近期,关于肖战的各种消息不断曝光,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新剧《藏海传》,据知情人透露,肖战在射雕英雄转杀清后,已安排好两项工作,即为家人杂志拍摄年度开年刊,以及新剧《藏海传》开始定装,牵涉消息未经证实,后者则被多家官方媒体报道,可信度较高,这两条好消息让人十分期待,相信肖战的表现会再次惊艳四座,据知情人爆料,肖战很快就要拍摄家人的开年刊了。 除此之外,肖战主演的新剧《藏海传》也要定装开拍,时间基本上就在12月份,其实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,已经在热搜榜上很长时间了,基本上八九不离十,肖战主演《藏海传》十拿九稳,对于肖战来说,双喜临门不算什么,作为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,肖战的发展状态必然会非常火热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,也就是很喜欢看到肖战火热的发展状态,各项工作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中,火热到不可阻挡,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。 肖战配得上这样的待遇,也相信肖战可以延续下去,总之恭喜肖战。 也祝福肖战临近跨年和春晚,不知道能不能等来肖战的春晚舞台,个人非常想念肖战的舞台,还记得是从我们的歌的舞台上认识的肖战。 看到了很多前辈对肖战的评价,觉得肖战是一位非常努力的好演员,值得期待和跟随。肖战未来可期,再接再历。